大家好,我是小莹 欢迎来到一画一故事 今天我们会分享两个故事 都是关于四女画中的豆草 古代的沾花豆草,我觉得画面蛮漂亮的 沾花豆草是端午节流行的游戏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宫廷画家 像是球莹啊,或者是其他的画家都有画豆草的画面 现在我画的这张豆草图 是《红楼梦》里面的香菱和其他的丫鬟豆草的画面 那什么是豆草呢? 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男生会玩豆鸡 或者是豆去去耳 在闺房中的女子就会玩比较文雅的豆草,沾花 头上带着花耳 然后呢,去用一些草的各种种类的名称去做一些的比对 谁的种类最多 或者是名称要对对子对中了 最终的那个人是得到胜利的 在古代来说,这叫做文豆 豆草这个游戏是在唐代开始流行的 又称为豆白草 据说呢,在五代的时候有一个故事 南汉族刘月在皇宫的后花园中种了奇花异草 每次到了春天的时候,百花盛开 他就会组织一对的宫女 一大早在清晨的时候打开后花园的大门 刘月一声下令,让宫女蜂涌而入 在花园中,头上呢,带了花朵,沾上了鲜花 在花篮中采各种的奇花异草 到了规定的时间,再将宫门给关上 然后就在大殿中比赛豆草 比赛的方式就是看谁 在花园中采的种类呢,谁比较多 然后对出来的对子 花的种类呢,要互相对呼应 输的人就要出一些的份子 百花宴的 酒钱就会有了 大家呢,就在花中去饮酒作乐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 那是一群正直青春年轻的生命中 他们呢,在头上带着各种鲜花 不同的花草 女子呢,战犯自己的容颜 在花草中 去采集各种的花 手上拿着花篮 穿梭在大自然的百花之中 与花增艳 就好像呢,来到了天宫的仙剑 看到了各种的花仙子一样 光想象那样的画面 就是 侍女们跟百花 融合在一起 难怪连帝王都享受 欣赏这些 美好女子在跟花草争斗艳 的一种画面 所以这样的画面 在历代的画家 都将它 存换在画笔中 那是一种 赞叹青春美好 一瞬间 将它呢 记录在笔墨子中 所以 张花豆草在文学中 或者是在绘画中 就时常会看到 刚刚说完 五代的豆草故事 接着现在来欣赏 红楼梦中的豆草 我们现在正在画的红楼梦故事 在第六十二回 贾宝玉他生日的那一天 香灵汉 小罗 帆官 蕊官 藕官 豆官 等等 大概有十到五个人 都满园子玩了一回 大家采了一些花草来兜着 坐在花草堆中 豆草 这个说 我有观音柳 那一个说 我有罗汉松 那个又说 我有君子族 这个又说 我有美人椒 这个又说 我有心心脆 那一个又说 我有月月红 这个又说 我有牡丹亭拌的牡丹叶 那个又说 我有琵琶记里的琵琶果 豆官便说 我有姐妹花 众人都没有了 香灵便说 我有夫妻会 豆官说 从没听过 有夫妻会 香灵说 一件一花为蓝 一件树花为会 凡会有两只 上下结花者为兄弟会 有病头结花者为夫妻会 我这只是病头的 怎么不是呢 豆官没得说便笑起身来说 依你说 若是那两只 一大一小的 就是老子儿子会 若是两只 背面开的 就是仇人会咯 你汉子去了大半年 你想夫妻了 便扯上 会也有夫妻 好不害兆啊 香灵听了 脸都红了 满起身要拧他 我要把你这个 烂了嘴的小蹄子 满嘴里的福州 等我起来 打不死你这个小蹄子 然后结果他们就打闹起来 弄脏了香灵的裙子 香灵穿的裙子是用石榴缆的 石榴红磷 最不经缆 不小心遇到泥沙 很容易呢 就晕蓝开来 在画面中 我用鼠红 加阳红 染 香灵的石榴裙 不要让它过于鲜红 但是呢 要保有石榴红 一种 比较新鲜 代表它年轻女子的颜色 在工笔画中 画红色 要染均匀 其实蛮不容易的 我们呢 通常呢 是要薄薄淡淡的颜色 分两三次 多次的染 每一层都要等它干了 再染 尽量呢 笔和笔相接触 让裙子染的均匀 红中 要有薄中 静厚的效果 这整幅创作作品 画中的四女 每位呢 发型我特地设计 不同的发型 花样 衣服的颜色 配色 也花了蛮多的心思 特地要让香灵的 红石榴裙 和它整个人物的设定 成为画面中的主角 其他的小丫鬟中 颜色的穿着 会比较淡一点 欣赏画中的四女 年轻活泼的样子 也就像我们在大自然中 跟花草 和少女的青春一样 珍惜她当下 每一个 每一刻的美丽 青春都是很短暂 值得珍惜 女子呢 最珍贵的时刻 就是她带她们少女 比较单纯 活泼的时候 红龙梦这一段 是用纹豆 豆草 她很生动的记录下来 这些师女们 她除了要很生动的 去了解这些花草的不同种类 又还要去知道 这些文雅的句子和对子 还要对在一起 所以呢 其实是蛮 她们平常生活中 就有一些的诗词 还有美学文学的一些色录 所以才会知道 牡丹亭和琵琶剂 这些呢 都是她们平常就有色月的 在我们现在生活中 比较少会看到豆草这样的游戏 也比较少人会去玩 因为呢 你要懂得花草的种类 又还要能对出对子 其实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古代的这些文雅的活动啊 她们呢 特别呢 会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 她们生活即是自然 自然中去发现生活的美学 她会去观察 为什么这些豆草的游戏会在端午节 就是在春天百花盛开之后 端午节的时候 正是花草种类最多的时候 她们去玩这样的游戏 她是跟着十二月令季节中 去品玩这些生活中 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游戏 在现代生活中 有时候呢 想要让生活过一点仪式感 也可以在户外 去欣赏一些的花花草草 虽然不一定会知道 她们的种类或是花名 但是 当我们感受到花的美好 想像这些青春少女 在花丛中 走动 沾花的活动 心灵会有种被疗愈的感觉 这些美好的事物 会让我们有一种 心神畅快的感觉 画一幅沾花豆草的画面 挂在家中 也是蛮疗愈的 将自然生活的气息 带入家中 我是小莹 我们一同欣赏 古代艺术的生活雅学 一同绘画工笔画 边画画边聊艺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拜拜